我們看這一題 這一題他說 C1是這個圓 圓形在00的位置 那K當然就是半徑的平方 另外一個圓 圓形在3E的地方 半徑是等於A跟H6 那現在他們說什麼 而且這個AB2點 就是這個圓C2 跟這個C交以兩點 這個兩點剛好是C2 它的直徑 那麼他現在問 K是等於多少 這怎麼做 這個圓跟這個圓交以AB這兩點 這是直徑 所以我們看 這個連心線長度多少 連心線的長度 是等於這個10多 這個是根號多少 9加1是10 根號4 然後這個多少 這是根號6 好 那這個圓 C的半徑就是這個 這一點到達這一點的距離 這個形成一個直角三角形 這直角 所以這個大R 大R的平方等於多少 等於這個平方 16 這個平方16 欸 10啊 這個平方是10 加這個平方 這個平方是6 加起來是16 那這大R平方就是K 這就是K 所以K等於多少呢 K是等於16 我可以等於16 我可以等於16 我可以等於16